三十分 五十分 七十分 这位大叔不得了 每次吃饭都要掏出一大包味精 汤里放三勺 米饭放两勺 吃饱喝足 水里再来一勺 一天吃一包 37年 足足吃了5548斤味精 呀 凭一己之力 养活了一家味精厂 眼前这位大叔是名公交车司机 37年前一个深夜 月黑风高 身手不见五指 大叔喝酒太多 口干舌燥 晕晕呼呼起床 想喝杯糖水行行酒 结果 无意间将白糖和味精搞混 喝了一杯加料水 一口下去吼咸 瞬间酒就行了 从那以后 大叔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感觉味精加水实在太酷了 味蕾砰的一下就被打开了 一天不吃味精就浑身难受 干啥都没劲 为此 他特意批发了一大堆味精 每天揣兜里一包 喝水加两勺 饭菜一上 二话不说 框框往里放 热菜加两勺 凉菜就四勺 连大米饭也不放过 不加味精 根本吃不下去 除了吃饭 每次开车等红利登时 大叔都会从兜里拿出味精 蘸吧蘸吧 舔舔手指 疯狂回味 提神醒脑 车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味精 一天下来 他最少吃14勺味精 尚不封顶 37年 足足吃了5500多斤 就这还是保守估计 大叔吃的不亦乐乎 感觉味精就是灵丹妙药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 他就患上了布尔格式病 导致多个手指被截肢 一起患病的朋友早已去世 大叔坚信 自己是因为吃味精 才活到现在的 味精 是我这辈子吃到过 最美味的东西 是最好吃的零食 我每天给自己规定的是 200克以上 最少不到低于200 为了一旦究竟 节目组决定带他到医院进行检查 对此 大叔嗤之以鼻 坚信 吃味精没什么不好 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结果万万没想到 经检查 大叔患有糖尿病 而且胃部情况非常不好 不排除之后出现恶化的可能 必须立即停止食用味精 否则生命将受到威胁 大叔一听 老脸刷白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最后还是承诺 仅最大努力戒掉 减少味精的摄入量 人家狂吃味精 这位大爷更牛肠 生鸡腿 生五花 生鸭肉 吭吱吭吱吱吱的嘎嘎香 一口一个 一天吃四斤 二十年如一日只吃生肉 你敢信 二十年前 大爷还是个正常人 和老伴吃香的喝辣的 干饭麻麻香 一切都是熟食 自打老伴去世后 大爷萎靡不振 饭不香了 睡不着了 不想做饭 嫌麻烦 为了节省时间 省些力气 大爷开始吃生肉 一块鸭肉 一块五花 蘸点酱料 再来点盐板 入口香醇 肉香四溢 就一个字 爽歪歪 从那以后 大爷就爱上了吃生肉 鱼啥的海鲜 类不吃 只爱鸡鸭猪 每天回到家抱着鸡 直接啃 吃得满嘴流油 口齿流香 眼前这一大袋 动五花肉 是人家一天的零嘴 干活十分钟 吃上两大块 邻居请他帮忙耕种 不拿钱 不拿饭 端上满满一大盘 五花肉即可 不完全统计 大爷每天最少吃四斤生肉 二十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吃着吃着吃出了经验 去市场买肉 大爷张嘴一尝 便知这肉心不新鲜 好家伙 猪见了他都害怕 节目组看得胆战心惊 二话不说 带大爷到医院进行检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一个不辣 如果继续吃生肉 大爷会有感染的风险 甚至长寄生虫 情况不是很好 但也没太大毛病 大爷一咬牙一跺脚 决定与最爱的肉肉 暂时分个手 一天少吃一丢丢 完全不吃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吃味精 一个啃生肉 这位大爷更是王中王 三十年不喝一滴水 渴了只喝醋 每次吃饭都是自己做一桌 矿鸡 倒上满满一大碗醋 然后巴拉巴拉添点米饭 不喝水 不吃菜 一口一大勺吃的嘎嘎香 不仅如此 大爷吃个水果都要蘸醋 一口橘子 一口醋 不甜不咸 刚刚好 家人十分好奇 尝试了一小口 结果酸到没飞凤舞 大爷却认为味道好极了 休息吃 干饭吃 渴了饿了 都要来一口 院子的鸡脚嘎拉里堆满了醋 桌上那么大一桶 他不到一天就干完了 对此 家人十分不解 无法接受 每次看到他喝醋 老伴都会叨叨个没完 为此 大爷每天都会去爬野山 包里装着一大瓶醋 渴了就来上一口 坚持喝醋 身体嘎嘎好 爬野山 根本不是事 在外面赶紧多喝点 省得回去 他们一直念叨 看着大爷咕咕咕咕 一口接一口 节目组直流汗喇子 胃口大开 老规矩上医院 经检查 大爷身体倍儿棒 吃麻麻香 但长时间喝大量的醋 十分伤胃 需要尽量克制一下 省得将来身体出现问题 医生极力劝说 大爷毫不care 无法控制对醋的热爱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要一直喝到死 得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 记录片